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语音 处理工具包 就是专门处理语音的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里面有三个部分 大家看到了 我们这边呢 它有个三个部分 那么后两个部分没什么用 主要就是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呢 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有用处的 它主要是处理一些语音的去造分离 超分辨率 还有一个音频 视频目标说法人提取 实际上呢 这边有一个比较细一点的说明 第一个是语音增强 让语音进行优化 那么第二个语音分离 和这个目标说法人提取 他们两个其实差不多 这个是对声音进行分离 这个呢是对这个视频进行分离 他们俩的作用呢 都是对这个同一段音频里面 或者同一段视频里面 如果说有好几个人同时在说话 那么通过这两个工具呢 它可以将这个 不同的人所涉及到的说的话 然后全部去分离出来 变成单独的语音 那么这个功能还是比较有用的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项目 呃这个是今天这个包 3.18G不大 然后我们来启动 好稍等一下 好启动 那么这个是它的界面啊 它这个界面呢 呃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地方啊 所以不用太多解释 我们直接来看例子 然后这边是声音 随便的点一个 听一下 其次是人才红利 大家听到了这个声音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噪音 其次是人才红利 很强的噪音 咱们运行一下 这个项目对资源的帐用比较小 非常快 看一下 1.2G 这个就几乎没有了 所有机器应该都能用 出来了 听一下 其次是人才红利 大家听到了这个结果还是不错的 之前那个比较刺耳的那个噪音呢 就直接消失掉了 这个音乐真强啊 声音真强 还是不错的 那么第2个呢就是对这个说话声音的一个分离 我们来听一下 这里面有好几个人说话 应该是两个人 大家听到了是吧 然后呢我们 接下来就分离啊 我刚才已经把这个点过了 这边只在运行 然后稍等一下结果 出来了非常的快 然后听一下 Origins or causes of spontaneous mutation are not yet completely clear They were sold to underwriters led by Prudential-Baish Securities Incorporate 大家听到了对吧 原来是两个声音是同时说话的 这样的话把两个声音单独分出来了 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么第3个 第3个呢是对视频继续分离 这个视频里面也会有这个 对视频继续两个人的同时说话的情况 听一下这个效果 这种情况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来分离 点一下 这个对资源的占有也是非常的小 看一下 3G对吧 这个基本上咱们所有电脑都是可以使用的 好 听一下效果 这是第1个 第2个 大家看到了这个视频的处理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他不光是把声音分离了 他还可以找到这个声音是哪个人说的 然后把它推成一个单独的视频 这个功能也是比较有用的 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到的 好那么今天基本上就这样 音乐处理工具包确实不错 比较实用 而且对资源的障碍也不高 运行也挺快 所以还是比较适合大家下载的 大家拜拜 点一下 观点一下 n españ しい eure